你见过这种一片一片的熊吗? 眼前这张熊猫地毯就是23级的熊猫幼崽小敖 其他熊都是论子来算 而小敖那时候只能叫一片熊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张熊猫地毯 而现在的小敖已经非常膨胀 不但身体膨胀精神上也高度膨胀 看着一脸的炸毛就像被劈封过的一样 当奶爸要把小敖收回去 小敖全身都在反抗 最后小敖干脆举起双手让奶爸抱不起 甚至还劈出一字马 好不容易抱起来走了 又被小敖两只脚死死勾住 这一身反骨把奶爸都快整刻板了 平时小敖也是一只不愿下班回家的主 奶爸哄半天都没用 只能抱回家 小敖还会拿手抓住木架以示反抗 小金豆和小敖不同 奶爸抱的时候顺手抓住了梯子 旁边的奶妈很无奈只能和他一起抬着梯子回家 小敖的一身反骨全得益于招美妈妈的纵容 所以小敖比小金豆膨胀 一般人拍照都是站后面显得脸小 而小敖在哪都显脸大 因为招美妈妈的奶差不多都是小敖拜喝的 饲养员都看不下去了 害怕小金豆营养不良就偷偷给小金豆加餐盆盆奶 谁知小敖拜别的时候高度近视 有盆盆奶的时候就特别灵光 奶爸怕小敖拜来抢盆盆奶直接用手挡住了小敖拜 饲养员不但要阻止小敖拜来抢 还要对小敖拜进行PUA 不给你喝奶是怕你补盖过剩的结石 结石很痛的 小敖拜根本不信 熊家不怕结石就要盆盆奶 不管饲养员在哪给小金豆加餐盆盆奶 小敖拜总会知道 奶爸也总能及时阻止小敖拜抢盆盆奶 小敖拜也很崩溃 一边要和奶爸抗争 一边又要擦口水 比上班还累 奶爸实在没办法只能抱走小敖拜 小敖拜没办法只能用脚勾住奶爸的脚 奶爸感叹 从来没见过这么反骨的熊 小敖拜叹气 从来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奶爸